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这一张Yamuja 它的卡机精神已经正式开上来了 大家应该都抽了吧 如果有想要抽的朋友啦 希望大家都能中到啦 有中的都恭喜 我自己是 没中啦 毕竟抽这么少 能中才是奇迹啦 OK 这次的话就跟好友借来使用啦 抽气蛋 Yamuja 狼牙风风 龟派气功 一回合攻击上升 超绝特大伤害 高确力气绝 然后队长技师 地球异程的战士 赛亚人篇 气力加三 血攻防170% 地球人 龟仙流类别的角色 额外获得血攻防30%提升啦 嗯 然后被动超气爆发 自身登场时队伍内 除自身外 地球异程的战士类别我方在5体以上时啦 限定一次登场动画演出 登场四回合内 自身气力加二 攻防150%提升 然后自身气力加二 攻防150%提升 每一次攻击 攻防30%提升 最大150% 中确力灰心发动 高确力敌人的攻击回避 必定追加攻击 且高确力必杀发动 在当个回合中 成功回避敌人的攻击 也就是说有限攻 然后又成功回避过后啦 又可以再追加攻击 然后高确力必杀发动 必杀技发动的当个回合 回避力会再提升4% 每发一发再提升4%这个样子啦 那么最大4%的必杀的可能性啦 OK 这个就是他的整体被动啦 然后主动技 战斗中自身4回合以上 回避敌人的攻击就可以发动 或者攻击参加中全年都是 地球异程的战士就可以发动 究极伤害 发动了当个回合 必定命中 然后好友这一张是没练到啦 基本上才刚抽到不久嘛 然后6个类别 我说这个充类别 我自己没有的话真的是好难组啊 真的是好难组啊 所以最后啦我是组了一个龟派气功堆出来啦 就像大家看到这样 几乎啦 全部都是悟空戏谱的角色 我说这一张啦 成龙 我也是还没拿来使用嘛 这边就顺便把它给拿出来啦 自身气力加4攻防120%提升 天下第五道会类别 除了自身外啦 我方前年气力加3攻防50%提升 不过这一对0 毕杀技发动 每一次毕杀技发动攻击20%提升 每一次受到攻击防御20%提升 最大60%啦 朝毕杀命中的敌人 再带来的伤害是50%减伤 然后最大出力 怪波黑攻 战斗中自身受到6次以上的攻击 或者就是 战斗中必杀技发动4次以上可以发动啦 一时间攻击610%提升 然后 发动的当个回合64%的会行发动力 这一张就比较可惜啦 我是没开道路 然后 连接也非常的残念 哈哈 妈妈妈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嗯 然后在这个队伍内啦 这一张成龙它是可以吃得到Yamucha的200%普助 可是物贩这一边就只有 170%啦 这个就没法多啦 好啦 队伍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然后 就拿来打一下这个freezer 嗯 看看一下 可以打到哪里啦 打到哪里就算哪里啦 打到哪里算哪里 哈哈 さて 行きます 喔 Yamucha 出登场就有的话就 嗯 Option 想啦 全部给他开上来登场动画也要 行くぜ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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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气的Yamucha 诶 这边的话我打算留住乌范啦 给他来疊工房 然后Yamucha移动去下一个顺位 10万 22万 跟17万 哦 初始有17万 还OK嘛 然后 每一次触手他可以跌 不过一半也是因为现在他有300%的那个加成在啦 OK さてさて 行くぜ 看一下吼 就这样子 どうや 通 55%啦 毕竟是55%啦 没办法 然后连接也没练上来 像龟仙流那一条连接没有练上来的话是没有防御加成的 这边的话 都是可以吃到 200%的Yamucha 队长剂 除了提鼠的小悟空 因为提鼠小悟空属于还未败入龟仙人的 队伍内啦 266万 最大三回必杀 没有最大一两回罢了 因为这一张Yamucha 他没开路也没给潜能连接 还不错 364万 有没有这个提升幅度 OK的吧 快播回公 老高呼呼 快播回公 OK 二连毕萨 这边的话就这么个样子啦 Jaki-chan的话 开不到超毕萨 麻烦 算啦 呀 就这么个样子就算啦 那个悟空 移过去下一瞬位 万国 进剑掌 哈 哇 不觉得这个姿势啦 特别像那个什么吗 呃 那个叫什么啦 红金宝 在夜问里面的那个手势 超级有趣 喔 必杀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痛 15万 问题很大 问题很大 OKOKOK 打不死非常棒 打不死非常棒 这样子的话 下一轮悟犯可以继续的把防御力跌上来 然后随着回合经过 悟犯的防御力也会越来越高 然后这边小悟空可以给他带来50%的攻防加成 OK 这边就先过渡过去一下 352万普普通通 等一下 小鸟悟空 过来的时候就会比较顺一些啦 不错 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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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的话 我是打算让 悟空啦 跟这个 鸭目加做连接啦 咦 这个样子的话是 少掉龟派气功 这样子的话可以把龟派气功给连上来 还不错 然后上一轮行动两次了嘛 25万的防御力 从17万拿到25万还蛮不错的 嗯 嗯 嗯 七颗罢罢 因为我现在要考虑了吼 有没有办法让 这一个 Yaki-chan 开到三次的 应该说开到超必杀 好像有点 有点难呢 嗯 慢慢吧 算了 回避掉就好了嘛 啊真的是差一点 真的是差一点啊 363 一个 关一波回供 哦444万 哦不错不错 终确率会星一击 哇555 每一个必杀追加这个 哎火力火力真的是不错哦 星人说这个是他的那个最巅峰时刻啦 下一回合开始就没有 然后 70 开了两发必杀应该是有70%的回避力的 跟奇异 奇异悟空一样 为什么你要这个样子啊 哇毕萨来了 谁啦 哇 哦 哦 哦有点的 哦 哎呦 回避 哈哈哈 哦哦 哎不愧是使徒都回避掉了 哎哎哎哎 赞啦赞啦 哈哈哈 一走一走 哦 哦 这个可以有嘛 哈哈 有有 nothing 想不到那一个 成龙竟然是可以回避成功 靠那五点的回避 素4 反正 太让人开心了 哈哈哈 哈哈 很好 不過老實說,Yamuja這個類別裡面 真的是滿滿的悟空啦 大家filter一下啦 地球一城的戰士 以及龜仙流這兩個類別 全部都是神悟空 不過這也導致了這個類別非常的強悍 現在是出在Yamuja的身上 然後Yamuja本身 也不是說到很頂 而且它的連結也比較閃一點 可是 等未來 官方就 有把這個類別給到比較 可能是賽亞人 也說不定 到時候就會更加的猛啦 這邊的話是龜仙流 龜派氣功 等下也是會有 先吃先 然後從這邊這個第六回合 登場是超過四回合的 少掉了150%公方 就剩下23萬的防禦力 它還可以疊多一次被動 不過就 整體能力啦 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往下掉就是了啦 五百七十七萬 這邊的話 老實說這一輪 一路這樣用下去 也不確定能不能把 這個關卡順利的打過去 哇靠在這邊 在這邊 止 止 流行 然後 竟然 返攻迴避過後 它就多了一次連擊的機會 最大三連必殺 高確率沒有出發 再來 還是沒有出發 多麼的殘念 這個迴避力 死吧 然後 跟這個小悟空 算是還蠻優秀的連結 這個連結還蠻優秀的 所以 做出來的傷害 整個就不一樣啦 啊 這邊的話 二十三萬 二十二萬 然後大量 補血 這邊是肯定會 被迫復活啦 不過就 放給它去啦 希望可以讓 物犯多開到早 可以順過去 那個是最好 成龍的話 在這邊 我就給它打 三號位這樣子啦 雖然說 也沒辦法 給它補助到啦 因為畢竟 就那一個類別 天下第五道位 真的是 殘烈 哦 四十七萬多 有點痛 不過這一輪 復活是肯定是要的啦 啪啪啪啪 不過實際 說起來 這張小鳥悟空 它的使用力 非常的高 這個復活真的是太好用了 完全沒得閒啦 只能這麼說 OK咯 又是這麼個樣子的連擊 欸 三十六萬 二十四萬 跟十六萬 在這邊的話 還蠻好用的 欸 等一下 嗯 原本想要拿來回血的 可是 考慮到 最後小悟空 它所需要的阻止 還是這個樣子的 比較好 欸 等 一個 而且 這一張 雅姆架可以為 提小悟空的連血必殺技 出道力 呵呵 不錯嘛 整體來說 哦吼 死了啦 然後雅姆架 四百六十六萬 欸 火力來說 就算是只有五十五趴都不錯了 至少就是 比我們的 一族支持 Latis Summer 高很多啦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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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欸 60%的 迴避力 您在搞什麼 呵呵呵 哪尼 哇 三大三Q 卡美哈美哈 斯馬拉西 這張小悟空 真的是很萬用 只要可以給它 進隊啦 哇 真的是 沒得閒啊 就是盲一個字 呵呵呵 就是猛啊 呵呵呵 呵呵 這一個火力 沒得閒喔 直接把它K掉啦 喔 猛到爆炸 可是 這一邊就 有一點點的小問題啦 對我來說 嗯 火力卡在這種 不上不下的地步 呵呵呵 二十二萬 二十八萬 唉 赤豬回血 其實還蠻希望可以觸發到看我的 不過這一繞的話 我看還是開一個Wiz啦 寶平安比較重要 OK 那個悟空的被動到現在還沒疊滿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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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開了Wiz還要扣一萬多 哇 痛耶 來 786萬 滿聯繫 呦 可是我這一關的那個BGM 超級好聽 那個 素晶弗的BGM買的 好爽喔 不過 國際版被神引掉了 好可惜喔 呵呵 有沒有 國際版的那個素晶弗 幾十才會登場 唉 小悟空 最大三連擊嘛 如果血量在六十 五十九拍以上 還是六十拍以上 忘記掉它的被動 有 四百九 Horra OK Safe 嗯 這邊的話 唉 當然就是讓我們最頂的Yamjia 呃 最後啦齁 就是被動全疊滿之後 連結不是很理想啦 就精益的速度 這戰士超級戰 不到 大概1%左右 還是0.5%的那個 防疫加成 24萬 可是全部弄完了 弄完了 弄完了的話啦齁 包括龜仙 如果連龜仙流有連得到的話 會 強 會變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那邊20%嘛 大概有二十六七萬 應該是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問題啦 嗯 可是說 龜仙人在這個隊伍內 欸 撐的是不行啊 欸不是龜仙人啊 這個 成龍 完全 完全開不到超必殺 這樣子的話 他的那個減傷被動實在是 觸發不了 欸 Yamjia Yamjia 50 欸 欸 哇 你跟 不愧是被自爆掉的Yamjia 50%的 迴避力 全中 全中 What N name Omai Nan Nan Yamjia Orrrra Rohga 所以 快波回攻 哇 會心一擊突發出來 還好 總確率嘛 你捨得迴避啦 先攻不迴避 你後攻才迴避 果然这个真的是不能不顶用的家伙 分掌 算了 抽不到你我就当做是我的幸运 瘦 万国金变成 我痛 我痛 好 过度过度 然后血量全恢复 救救救 这个样子呗 哇 那个真的是妖兽啊 我还指望他的先攻必杀可以回避掉的 结果就给了我这么样子的东西 没有减伤 不过前面被打一下防御力提升过后应该扛得住吧 有有有 然后轮到我们的物贩532万 实在有够残念 而且等下下一回合 会更加的残念 而且我这张还没开满路 所以下一回合我会把他给移走就是了 OK 碎 OK 碎 OK 来到这一边的话 我们就 主动就让他开上来了 因为等一下 如果被爆掉的话 也就没有机会了 我实在是不看好有机会打过这一关 好 来到这一边 好 来到这一边 好 来到这一边 OK 不开倒计 分开 所以 417万 帅哦 好的 我 呵呵 卡麗哈麗哈 因為有先行回避過一次必殺 所以3%必殺的可能性 每一次必殺發動 10%的會行提神 再來 摩托 啊幹 竟然是普攻 喂喂喂 羽毛甲 Yes Y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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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uchia Yamete Urssá 有沒有 我們的Yamuchasang 好刺激喔 這種靠回避來打 我踩一臉就以為要掛了 前屬金卡DOT NICE 然後輪到小悟空 454萬 IKEZE 473萬 再來 還沒啦 不過也是很夠啦 OK 這邊就這麼個擺法就好啦 嗯 成龍終於有機會 可以開到必殺啦 然後先把威士忌開上來 然後誤犯我打算就把它給移開啦 這邊先來一個主動技吧 このクズ野郎 好 OK 還蠻爽的嘛 18萬 克屬 好想要這個樣子喔 可是這樣開不到超必殺 沒辦法啦 只能這個樣子 成龍終於可以第一次的開到超必殺啦 真的是有夠難搞的 呵呵呵 呵呵 嘿 看一下吼 31萬 18萬 37萬 連接 ZERO 嗨 防衣上升 全屬性效果拔群 多呀多呀多呀 好難 好難 561萬 沒有連擊 算啦 OK 必殺不要開這邊 呃 必殺 可惜啦 我還希望它可以開在成龍身上 看一下扛下來多好少輸出的 不過這邊就硬啦 完全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312萬 喔這個火力還可以嘛 免費卡 然後又沒有開路 連接又這麼普通的情況下 咦咦咦咦咦 相當OK 相當OK 不過那個 它的那個 怪物那個 MAX POWER鬼賣氣孔 開不到有點小可惜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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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咦咦咦咦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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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ES 迴避最大三發必殺可能 歐拉歐拉 老嘎吼吼 白魔黑弓 帥啦 卡克過了 卡克耶 啊 又是第三發變普攻 怎麼不可以聯繫三發必殺呢 死亡 憤怒悟空對憤怒 痾痣封 會醒 啊 流了那麼一下有沒有搞錯 好啦好啦 那麼就小悟空姐姐 我想不到這一隊我可以打得過耶 因為還蠻勉強的感覺 雖然隊伍內的那個強角是很多啦 可是感覺有點勉強 但是又 竟然過得去 哈哈哈 OKOK 漂亮 然後那個成龍的表現也不錯 也不錯 然後Yamuchia的話 他的迴避力 怎麼鎖呢 呀 竟然可以給我三發普攻 三發先攻就全部給我吃下來 然後 他只迴避後面三發 那個又不影響他的被動了 鎖 頭痛耶 這樣子蠻頭痛的耶 哈哈哈 因為他需要迴避成功先攻 他才可以完整的發揮嘛 這樣子的話 有一點點的 嗯 我看來 媽媽媽媽媽媽 不過整體使用上來的那個爽度啦 確實是還不錯啦 這個只是55%罷了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那個刺激感啦 迴避得到迴避不到 因為他的那個迴避爬速其實是相當高的 比如說我們開了主動技那個回合的那個 迴避力啦 其實還會再提升多一個10% 因為主動技相等於必殺嘛 所以就 他就可以比較好的迴避 結果剛才好像是 呵呵呵 反正就 OK啦 OK啦 整體的那個玩玩 遊玩的體驗還不錯 然後能力也相當不錯啦 大家可以看得到55% 400出萬的火力 而且 就算自己沒有潛能點 也有機會三連必殺 這樣子的話 單回合1200到1300萬的火力 然後再來 防禦力確實沒有到很高 大概只有一個24到27萬之間 看連結嘛 嗯 可是就 他完全就是刺中在迴避力上面啦 迴避得掉 他就是神 迴避不掉 他就是被自爆的樣子 欸就是這麼個簡單 完全 欸官方在玩梗啊 呵呵呵 哇整體來說 這個強度還算是不錯 主要就是 如果自己有抽到的話 隊伍的強度會非常高 因為就是大部分的悟空都可以在你隊內 然後 大部分的悟空都有 龜派氣功 跟超級戰這兩條連結 算是他比較通用主流的連結 然後精益的速度 有些有有些沒有 就這三條連結是比較吃得到的啦 嗯 OK啦 那麼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またねー